这是一群灵魂被诅咒的海盗 平时跟正常人一样 但只要暂在月光下 就会变成行尸走肉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 一箱子被诅咒的金币 诅咒虽然让他们获得了不死之身 但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感官 想要破除诅咒 唯有将抛走的金币 以血献祭放回宝箱 于是海盗们驾驶着黑珍珠号 到处烧杀抢掠 寻找花出去的金币 如今已经找回881枚 只差最后一枚 他们就能重获凡人之躯 而最后一枚金币 正挂在总督女儿伊丽莎白的脖子上 他正准备盛装出席 诺灵顿的准将加冕仪式 父亲原本想要戳合两人 但伊丽莎白 唯独对镇上的小铁匠威尔情有独钟 加冕仪式上 诺灵顿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这时 传说中的海盗船长杰克斯派洛 踩着即将沉没的小船踏上码头 因为遭到船员算计 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而他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准备抢一艘军舰夺回黑珍珠号 两个蠢蛋士兵发现了杰克 正当于是周旋之际 伊丽莎白因为紧身衣呼吸不畅 导致缺氧 一步小心掉落山崖 坠入大海 眼看即将沉入海底 金币突然有了异动 杰克见状二话不说 一头扎进大海将伊丽莎白救上岸 扯掉紧身衣 然后看到了衣服下面的金币 不等伊丽莎白回答 一群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 上校识破了杰克的海盗身份 并且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 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 一个不会指北的指南针 正要将杰克带走之际 正直的伊丽莎白出面求情 反对杰克当成人质 杰克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逃走后的杰克 躲进一家铁匠铺 却不巧被赶回来的威尔赌个正招 威尔一看是挟持自己女神的海盗 他自然不能放过这个男人 二话不说拔剑开干 但打过才知道 杰克并不简单 僵持之下 一个罪汉用酒瓶子从背后偷袭 将杰克打晕倒地 随后杰克就被关进大牢 但谁也没想到 那枚金币在白天发出的死亡召唤 会给小镇带来地狱般的灾难 一艘海盗船缓缓驶向夜色下的小镇 大肆烧杀抢掠 只为寻找一枚被诅咒的金币 因为这些金币 使他们变成了行尸祖肉 只有找回这些金币 以血献祭才能破除诅咒 而现在这枚金币 就藏在伊丽莎白的身上 他们直接闯进总督府 抓住了藏在衣柜里的伊丽莎白 然后他被带到海盗船上 伊丽莎白原本想要说出帕雷协议 不料被一名壮汉深连拒绝 多亏巴伯萨船长及时出现自职 因为根据海盗法典 只要说出帕雷协议 就必须进行谈判 但哪曾想 伊丽莎白为了保命 竟假冒心上人维尔的姓氏 说自己叫伊丽莎白特纳 巴伯萨一听 老子找的就是姓特纳的人 因为海盗中有个老特纳 只有用他们家族人的血进行献祭 才能破除诅咒 而他的心上人维尔特纳 才是真正的海盗后代 维尔知道伊丽莎白被抓之后 心急如焚 于是他冒前跑到监狱 寻求杰克的帮助 当杰克知道维尔的真实身份后 爽快的一口答应 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个鬼主意 两人来到码头 以小船作为掩护 掠食小技成功吸引了海军的注意 然后趁机抢夺一艘战舰扬长而去 他们来到三不管地带 开始招募船员 但很明显 这里的女人对杰克是又爱又恨 好在杰克找到了曾经的老友 有了老友的帮忙 船员立马到位 有不到一米的侏儒 还有带着鹦鹉的哑巴 以及脾气火爆的黑妹 就这样 杰克带着临时拼凑的队伍 顶着狂风巨浪 向黑珍珠号杀去 而此时的伊丽莎白 正狼屯虎咽地吃着鸡腿 一旁的巴伯萨不禁感慨 他们因为受到诅咒 任何食物对他们而言 都是索然无味 犹如尘土 接着巴伯萨便讲述了 关于这个诅咒的传说 和要学记伊丽莎白的事情 伊丽莎白听后 知道自己大祸临头 趁机拿起匕首 刺向巴伯萨 然后转身逃跑 可当他来到甲板 险些被眼前的强项 直接速走 这个海盗船长走到月光下 瞬间献出被诅咒的身躯 只见他摇吊平塞 把旧怪向腹中 而酒却洒落一地 原来整艘船的海盗 因为偷走一箱子 被诅咒的金币 全部变成了不死之躯 伊丽莎白瞬间吓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迷迷糊糊地 竟然上了一艘鬼船 之后 他被海盗带到一处 满是金银珠宝的洞穴 准备学记最后一枚金币 解除诅咒 巴伯萨划破伊丽莎白的手掌 把沾有血的金币 放回了宝箱 闭上眼睛 巴伯萨开枪射向一名船员 果然对方没有死 这说明诅咒没有被解除 很显然 伊丽莎白并不是老特纳的后人 愤怒的巴伯萨质问伊丽莎白 老特纳的后人到底在哪 伊丽莎白为了保护心上人 闭口不言 被巴伯萨一巴掌 山晕倒地 这一幕正好被及时赶来的 杰克和威尔看到 威尔突然意识到 自己被杰克利用了 然后趁其不备将其打倒 在海盗内讧的时候 偷偷来到伊丽莎白身边 将其唤醒 带上金币 逃出了洞穴 等巴伯萨反应过来时 才发现人已没了踪迹 威尔带着伊丽莎白 逃回到了兰杰号 随后 伊丽莎白将金币的由来 告诉了威尔 原来 这块金币 本就属于威尔 八年前 威尔被士兵从海里救起 伊丽莎白担心 威尔被当成海盗 便趁机拿走了金币 而另一边 刚醒来的杰克发现 又一次落入了 这群叛徒之手 为了抢回金币 巴伯萨指挥着 不死大军 朝兰杰号杀去 而兰杰号 为了甩掉黑珍珠号 不得不将 多余的物品扔向海里 但无论怎样 都无法甩掉 黑珍珠号的追击 而这时的黑珍珠号 已经升起海盗旗 架起了大炮 一切都准备就绪 威尔等人 眼看躲不掉追击 于是 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下矛击转 让船身与黑珍珠号平行 然后架起大炮 准备开始互对 双方在街道开火命运之后 立刻打成一片 而密集的炮火 却意外地将杰克救了出来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巴伯萨很快就俘虏了 拦截号的船员 随即便炸毁了拦截号 而正要处决伊丽莎白的时候 威尔突然出现 要求巴伯萨放了伊丽莎白 巴伯萨一听 你小子谁啊 不得已 威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以生命为要挟 要求巴伯萨放人 巴伯萨当即答应了威尔的要求 但哪曾想 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转头就把伊丽莎白和杰克 流放到了一座荒岛之上 让他们自生自灭 意外的是 这座岛居然是酒贩子的秘密仓库 那晚 两人在岛上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 等杰克醒来 发现伊丽莎白点燃了小岛 巨大的浓烟 成功吸引了皇家海军的注意 两人获救后 伊丽莎白已嫁给准将为挑战 请求他立刻出兵解救威尔 准将也是个痴情种 当即就答应了伊丽莎白的请求 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死亡岛 准将带上杰克 划着小船准备来个偷袭 这时 杰克主动请战 说他可以先进去 把巴伯萨骗出来之后 再进行围剿 这样风险最小 上校同意了杰克的计划 但看杰克这神态 明显是另有阴谋 而这时 海盗们正准备将威尔进行血迹 以此恶除诅咒 赶来的杰克及时上前阻止 说皇家海军已经包围了这里 不如趁现在是不死之躯 先消灭皇家海军 顺便还能夺取一艘战舰 将来还能组建联合舰队 那时再解除诅咒 岂不妙哉 巴伯萨一听 似乎有些道理 当即下令出击 这是加勒比海盗最震撼的一个镜头 幽暗的海底 缓缓走来一群人影 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明明就是一群骷髅大军 他们从海底潜入这艘军舰 宛如幽灵悄无声息 这时海面上出现一只小船 上面像是一对情侣 无畏号上的将领感觉哪里不对 拿起望远镜一看 我去 居然是两个骷髅海盗在嬉戏 枪声瞬间打破了宁静 但骷髅海盗也已杀至眼前 一场独鹿正式拉开序幕 骷髅海盗凭借不死之身 所向皮尼 好在一名士兵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拉响了警钟 不远处的正将 这才发现自己中了圈套 于是赶紧命令众人返回支援 另一边 杰克和巴伯萨正打得热火超天 但没几回合 杰克就被打倒在地 巴伯萨凭借不死之躯 刀枪扑路 然后一箭刺向杰克的胸旁 杰克亮枪后退 露出骷髅神区 原来杰克之前 悄悄偷走一枚金币 受到了诅咒 也拥有了不死之身 另一边 威尔面临两名骷髅海盗 也丝毫不惧 依然显得游刃犹豫 这时 一个海盗拿起手雷 扔向威尔 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威尔狼狈不堪 好在伊丽莎白及时赶到 解救了威尔 随后 两人一起配合 成功制服三个海盗 最后 还送给海盗一记炸雷 听到爆炸声 杰克知道机会来了 他拿起金币 用利剑划破手掌 然后把带血的金币 扔给威尔 随后 一时枪响 杰克打中了巴伯萨的心脏 威尔立刻将最后 两枚金币放回宝箱 诅咒解除 巴伯萨也一命归西 而正在大战的不死军团 也都回归了凡人之躯 在强大的皇家海益面前 立刻溃步成军 全部缴械投降 之后 杰克并没有如愿地 抢回黑珍珠号 而是被送上了脚刑架 关键时刻 伊丽莎白装晕 吸引了准将的注意 威尔也及时扔出利剑 阻止了杰克的下落 一番收拳过后 杰克跳海逃跑 而远处 黑珍珠号正缓缓驶来 迎接他曾经的主人 最后 伊丽莎白用行动 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上校也没过多纠缠 潇洒地放弃 成全了两人 重新夺回黑珍珠号的杰克 带着他的精英船员 开启了新的冒险之旅 加勒比海盗系列 毫无疑问 是海盗电影题材的巅峰之作 扮演杰克的德普 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一战成名 把一名海盗的放荡不及 演绎的淋漓尽致 虽然凭借加勒比系列 让德普狂赚十几个亿的收入 但是 他败家的速度 也是让人望尘莫及 为了好友的梦想 随便一出手就是几千万 结果全部打了水票 如此挥霍 就连尼古拉斯凯奇都甘拜下风 多金帅气 又讲义气 这样的男人 谁会不喜欢呢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